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画上古油猪上古油猪,又称非洲油猪,体重在75-120千克之间,身长1.5米,阴眼部下方具有而得名,在挖土取食时,这些有可能有助于保护眼睛。 头较大,占体长的三分之一,背部具棕毛,琉牙丝眉,长而锋利,独居或成群学居,善于挖洞,以青草,台草及快精植物等为食,偶食腐肉,细腻郁,生存能力很强,非常适应高温和干旱环境,可连续数月不饮水,繁殖力很强,天敌如狮,豹,土狼等,好斗,稳步很长,嗅觉极发达,全齿。 发达,雄性上全齿外露并向上弯曲,形成獠牙,曾遍布非洲大陆,除了热带雨林和北非沙漠以外,游猪是高度群居的动物,它们经常会组成一个小型家庭团队,通常由一或多头的雌性游猪,和它们的幼猪所组成。 单独的成年雄性,游猪有时候也会加入这一群野猪之中。 非洲游猪喜欢彼此躺在一起,用嘴和牙为对方整理身上的毛发。 游猪很善于挖洞,这样既可以躲避掠食者,又可以防止太阳的暴晒。 虽然它们非常善于挖洞,但它们还是会利用其他动物已经挖好的洞穴作为自己的家。 它们在进入这些洞的时候,是后半身陷入,头始终对着洞口,这样,就能先用它的獠牙来对抗入侵者。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它们会从洞穴中高速地冲出来,以躲避任何可能在洞口等待的掠食者。 游猪奔跑时的速度,最高可达每小时55公里,它们通常习惯竖着尾巴小跑步。 进食中的游猪会跪在地上吃草,并用鼻子拱地,在多余季节。 非洲游猪靠吃大草原上的长草为生,而在旱季,它们用獠牙脊嘴挖掘地底下的球精和快精吃。 偶食腐肉,生存能力很强,非常适应高温和干旱环境,可连续数月不饮水。 因为找食物所锻炼出来的掘地功夫,使得非洲游猪在寻找地底下好吃的东西方面,有着非凡的能力。 所以非洲游猪对无它们的生活土地是有益的。 它们吃植物根的同时,对泥土的搅拌使得土壤变得松散透气,能够有助于以后植物的生长。 它们还吃从树上熟透掉下来的水果,偶尔也会吃腐肉。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,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分享点赞,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